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想说亮影台上是段子手跟平时唱歌的那一面反差还挺大的 不知道是不是在现实生活中就是一个段子手呀 我很开心导演组给了一个非常放松的氛围 然后也很开心就是所有的导师也都是 就导演刚刚讲的就是一个朋友圈 但我觉得是一个像家一样的朋友圈 大家都能放得开 然后互相之间除了音乐上面的切磋 就真的非常聊得来 而且玩得起来 就是有时候尴尬都是同时尴尬 就是很有意思 然后在台上 因为我其实参加综艺节目不多 像音乐类的这种也是 就是出道以后的第二次吧 所以我蛮少参加的 我觉得我这次来参加梦想的声音 很重要的一点是 在跟导演聊过之后 我觉得他非常关心这个节目 在音乐上面的丰富性 另外他不是一个乱八卦的导演 就是他会把重心放在这个节目最闪光的部分 所以我可以放心地去做我自己 放心地去跟大家开玩笑去玩 我也不担心大家会把音乐之外的东西作为重点 因为大家呵呵呵呵笑完了之后 最后会发现这个舞台上最闪光的只会是音乐 有意思的可不只有亮眼的段子 作为一台音乐类型节目 当然这重中之重还是在音乐上啦 每次改编歌曲都会给人打来一种全新的享受 而我们的JJ林俊杰每次的改编 都会带有自己独有的特色 想说我们的歌王莫非是有什么改编之道吗 我觉得改编就像自己在创作领域当中写日记一样 所有的改编 所有的影响 其实我都会提醒自己 吸收身边的每一刻发生的事情也好 见到的人心里的情绪的波动 去影响我的音乐的色彩 我的音乐的音色也好 音乐的风格也好 我希望它是很即兴的创作 所以我很开心导演这么用心的请来 每一集有不同的X导师 这一季又不一样的新朋友 然后也很多非常优秀的讨教者 我觉得来到现场 其实这些都是我们互相在交换能量的 音乐能量就是这么产生了 能在音乐的舞台上遇到好的对手是最棒的经历 这次面对更多更优秀的素人讨教者 我们JJ作为前辈必须给大家支点招 有梦想就要对自己的梦想负责 首先就是鼓起勇气去面对这个舞台 然后勇敢的向前来迎接 然后来一起讨教 我觉得下一步可能就是做足够的准备 让自己最擅长的一面 在短短的几分钟表演当中 让所有不管是导师也好 或者是观众也好 或者是自己能够听到最真实 最直接最棒的自己的一个表演 然后另外当然就是玩得开心 不要因为整个气氛也好 或者是我们的规则 跟这个讨教的过程当中 也有自己害得过于大的压力 我觉得就是音乐回到一个初衷 你必须还是要回到一个 像小孩一样的玩乐的心态 去享受这个过程 我觉得很多时候在这个舞台上 发生的音乐的事情也好 或者是碰撞出的火花 其实我们记得最清楚的 最深刻的通常都是在舞台上 最自在玩得最开心的那一位 期待梦想的声音的播出 尽情享受音乐吧 林安报道